花莲县公共汽车客运商业同业公会30号上午正式成立 会中也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并且推举了李次长 最后是由华联游览车公司董事长许兆林当选第一届的李次长 花莲县公共汽车客运商业同业公会30号上午正式成立 会员都是花莲区域内六所公路汽车客运业者 或者是市区汽车客运业等单位 希望透过社团组织相互交流 促进地方的观光繁荣 会中同时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最后是由华联游览车公司董事长许兆林当选了第一届理事长 一号许兆林一票 二号往国人一票 那随着我们企业份的同意再也要完成 所以我们希望借公会的力量 来团结合作各会员间的合作关系 让花莲整个公共运输网可以让行的这个方面可以做得更顺畅 然后更能提升服务品质 然后给来花莲的大众更便于行 然后也达到我们花莲县政府的期待 希望建构一个无缝系运输网的完成 花莲县公共汽车统业公会是太鲁格客运、华联、游览车客运、 统联客运、台北客运、首都客运、鼎东客运等六个单位所组成 大会现场除了各单位会员代表 还有县府相关单位派人出席 其中也包括了市长魏嘉贤还有多位的县议员都到场 对公会的成立表示肯定也有高度期许 卷许立群 华联市报道